哈囉大家好,我是1C,艾里克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方正斌S1 方正斌S1是一支以短彈專用的發射器 所使用的彈種是工匠軟彈 如果對於軟彈不太了解的朋友們 它就是NURF彈,它就是切短的NURF彈 我們簡單叫它短彈 這支短彈發射器是全手動的發射器 就是它不需要電池 使用的方式就是拉1打1 裝上彈夾 需要把握把向後 裝上彈夾 聽到咖一聲,向前推 這樣就完成了一發上躺的動作 然後扣下板機就會發射 那目前的出速大約是200FPS 也就是大約是60幾MS 那卸下彈夾的方式呢 一樣,將我把向後扣住 按下釋放鈕 滑出彈夾 推回去的方式有兩種 一種是 往前推 用大拇指 稍微壓住槍口 擊發 第二種方式呢 是 握住你的前面的握把 扣下板機 慢慢的 慢慢的 讓你的握把回到原位 再來教大家第二種 上彈夾的方式 因為呢 S1它具有Vengar系統 所以其實你是可以直接 將彈夾扣上 但是需要用力一點 拍一下機扣上 那這個好處呢 是 你直接拔下彈夾 也只需要按下推彈鈕 拔開即可推彈夾 好處呢 是你一上彈夾 上與下的過程當中 並沒有子彈會上彈 另外 方正兵S1呢 它具有引力落地 只要你是使用 直式的彈夾 上面沒有文字的直式彈夾 按下推彈鈕 就可以達到引力落地 那方正兵S1呢 是優化了傳統的時鐘鍵 你可以看到 我將一把傳統的時鐘鍵放進來 可以看到長度的差異 S1相對的小支很多 但初速跟傳統的時鐘鍵差不多 你可以看到槍托非常的短 那槍托呢它是可以伸縮的 伸縮的方式呢 稍微扭開左右的手擰螺絲 直到你的槍托可以推出來 那槍托呢有三段式的卡扣設計 首先我們先拉到最長 然後將你的手擰螺絲鎖上 你可以對照一下 將槍托拉到對長的時候 跟時鐘鍵的差異 其實位置是跟時鐘鍵還略長一點點 所以握把對齊的話 大概是這樣的位置 那個人我是覺得這是一個舒適的位置 那如果有比較年輕的朋友使用 需要讓槍托縮短的話 一樣我們把手擰螺絲稍微推開一點 那對齊的方式呢 就是將你的空格的右側切齊 空格的右側切齊這條線 即可鎖上 這就是第二檔位 這是一個相當簡單的機械式的構造 但個人覺得還是非常的穩固 那接下來是槍管 那槍S1呢附贈的是 大約28到30公分之間的 中等長度的槍管 那如果想要換長槍管的朋友 換槍管的方式請看這邊 在我們的握把往下拉以後 這邊有一顆螺絲 鬆開這個螺絲 取出後面的六角籃手 在槍托裡面有一個備用的六角籃手 然後我們將六角螺絲鬆開 然後我們將六角螺絲鬆開 這個時候呢 槍管就可以直接拔出來了 那安裝槍管 一樣 裝進去 會有一個位置讓你可以推到底 停住 推到停止為止 然後將它鎖進 然後將它鎖進 螺絲與槍管中間有個保護墊片 所以不用擔心 太過過鎖的時候會刮傷你的槍管 是不用太擔心的 將你的六角板手收進去 那方正兵S1呢 與傳統的時鐘鍵 這大的差別呢 除了體積縮小以外 還有結構上的不同 傳統的時鐘鍵 它是以螺桿 直接壓縮 直接將兩個列印鍵鎖緊 那這種的缺點呢 是容易將列印鍵鎖壞 尤其是在前段這一段的壓的部分 然後槍用久了以後 也容易會有鬆脫搖晃的狀態 那方正兵S1的結構呢 是由鋁合金的鋁管 直接貫穿本體 直接貫穿本體 那用金屬呢 造成一個支撐 讓它的結構更穩定 主體的零件呢 都有這個鋁合金的管 作為金屬的骨架 讓它支撐 以免這個羅牙將它 將它列印鍵 造成太大的壓力 造成損壞 那以上呢 就是方正兵S1的簡單的操作方式